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10月24号凌晨的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可以comment like share 订阅youtube patreon 看完影片 看完广告 以及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课金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了美国大选 回估刚刚过了24个钟头发生了大事 希望坚持这件事 is a marathon 其实不是 marathon 有些是长跑的感觉 直到11月5号 无间暖暗做 继续了好几个星期 也就会继续到去 周六周日无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能够多些料 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 也希望subscribe patreon 赴费每月订压支持 我们说回美国大选 整个大勢是什么呢 Trump基本上是气势如虹 我们看到这个J.D. Vance的礼拜二 也都在Tuckson,亚里桑那 做造势大会,非常强劲 而这个Trump也都会继续做很多活动 当然了,卡玛拉·Harris也都不是睡睡觉的 我不是侵奋 Trump说的永远都是正确的 我不是这样 Trump说的未必完全正确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对于台湾或者土耳其那些选手 说他们是变性人 这种事实上不是 不是就是不是 你可以说他应该属于男性的 但你不可以说他变性人 我当然认为他是女性 但如果你说他是男性 你要指出你判断男女的标准 是要凭性器官还是什么标准 是觉得你认为是,他就是 是不是女生男上都变成了男人去扮 我想这件事,不要quote这个例子 那你说有没有真男人去入了女生的运动会 有,有没有真男人进了女生厕所 到更衣室性侵女人呢 当然有 但是这些例子 和我刚刚讲的这两个运动员 不能双提并论,这个此其一 那么第二件事呢 当然他就说 就是Harris呢 嘿,星期三星期四都没有活动,在那射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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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 lazy 现在呢,多了点,但不够多 即是很难将功负罪 所以怎样说都好,Trump是比较劲力的 但你不可以说这两天 Kamala Harris呢,在那儿放假 不做事,不竞选 那样东西不是事实啦 但无论如何这些小瑕疵 这些小瑕疵不影响到我对大政方针的支持 我想这个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想法 很多的消息就是,你看看Trump去说这些 那有些我承认这些是一些问题 但如果你用同一个标准 量度拜登,同一个标准量度奥巴马 克林顿,希拉利和卡马拉 你会有更多一些他们的结果 我们记住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要选聖人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选一个 对于整个世界的基本的法律秩序 我们的基本的一些law and order 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常识 对于我们看回整个世界 自由民主世界的阵容是可以促进的人 希望大家秉持这些心态来看 整个世界是Trump是upward 而卡马拉是苦战 而苦战的时候呢 往往病疾乱投医 有很多情况出现很多问题 请我再讲你的问题 我先要讲一个更大的问题 大家不是常说这个选举会不会舞弊的问题 我知道坊间有很多的流言飞语 我认为呢 你说会不会舞弊的产生 当然有可能 我不会说 绝对没有可能 我只是这么说 在现在这个时间 你说有什么确实的消息 有舞弊的话 如果真的有其事 我相信Trump陣营是立即会说的 或者另一方卡马拉阵营 这个消息真与假都有待验证 谣言不是谣要领先的预言 谣言只不过谣言 那是不是谣言来说 我们要逐件事来看 如果真有其事 希望大家花多些时间调查清楚 在相信一面之池之前 不要妄作判断 我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都很心急 因为我不知道舞弊会不会发生 我想舞弊可能会发生 但我认为真的爆出来 让大家知道有舞弊 可能还要稍等一段时间 由几点票开票之際 分分钟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做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才会知道 即环疾是什么 但这个时刻 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到呢 我就呼吁各位 如果觉得大家有时间 好地做一个自己的小偵探 调查一下每一个这样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言 真与假 他们来自哪些机构所做的 这样的一个报道 以里面的证据含量多少 有没有得到共和党或者民主党 即是敌对 比如说你讲民主党的坏话 共和党有没有讲同样的东西 共和党的坏话 民主党有没有讲同样的东西 看看他本身 会想cross reference 去引证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会比较准确些 时至今天 我还未认为 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个 可能我起码未知 可能有 但我未知 而且我可以verify 可以告诉大家 一定是有这样的舞弊的情况 我们会不会担心 Dominion 这个选举机器 会作弊 我们要担心 但我想 时至今天 这个选举 有没有明显作弊的情况 我想很难说 有 但很多蛛丝马迹 我们起我们疑斗 以这些东西 要跟大家讲两单新闻 一单 在这个 《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21号的报导 披露中国影响力活动 滲透纽约政坛 而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 在美国的中国同乡会 日前 纽约州长 后可 Cathy Hodge 的前华裔库幕僚宣文 Lindersen 和她的丈夫 都是被控非法充当 中国代理人案核心角色 都是这类组织 同样的就是 美东河南同乡会 Hernand Association of Eastern America 其实我之前节目 好几个礼拜前都说过 美东河南同乡会 过去十年间 北京将这类协会 变成它在美国进行影响力行动的伙伴 政治作战 统一战线 来协助影响美国政治论述 报道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 强化了统战部的功能 多次表示 统一战线 是团结海内外中国人的重要法宝 甚至说到 2014年后 开启文化领导力的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全面的认知战的措施 强化认知作战的基础建设 所以我们稍后有机会 可能和计计师有机会 希望有机会说到 就是安慎 那个所谓的 涉物文件的问题 NHK有四十几分钟的报道 希望大家由始终看一次 我们再抽屎摩檐 讲个重点给大家听一下 当然因为太多这些新闻 我们要讲 希望大家自己去看 安慎iZoon 关于NHK 有一个四十几分钟的片 其实放在YouTube上 讲中国怎样去做 就是认知作战 怎样做网络攻击 怎样去刺探别人的情报 这条详细七个国家 三年时间 一万六千多条讯息 这个记者花了半年时间 走访七个国家 台湾 捷克 法国 美国 日本 还有加拿大 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探讨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 好好给时间去看一看 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恶性是什么 如果大家已经知道一二的 可以增加更多知识 有些完全不知道的 什么叫做政治作战 什么叫统一战线 什么叫做认知战 可以看有关的报导 而这个海外的美东河南同乡会 其实直属统战部去管车 统战部培养海外同乡会 协助监视 骚扰在美国的维权人士 只在纽约有100多个中国同乡会 互相牵制 杀斗成兵 其中有些同乡会 更加大有北京插手的印记 因此引起了司法部的注意 光是过去两年 纽约就至少有十件起诉案件 以北京城汇管撤落秘密 中国警察站而被起诉 另外前纽约山东同乡会会长 也因涉嫌非法充当中国代理人 而近期认罪 近期案件就是孙文案 根据纽约起诉书所记载 另外孙文正正利用他的州府职务 为中国利益行事 这件事的惡性非常大 就是利用纽约美东河南同乡会 作为中间人 和中国政府协调 美国司法部说这个会 和中国统战部关系密切 孙文否认有关指控 报道更加说 孙文和台裔联邦众议员 孟超文 Grace Meng 关系密切 两人认识已久 孙文进入州政府前 为孟超文工作 两人都是美东河南同乡会 宴会的知名座上宾 管他市台湾人也好 都是为中共服务 孟超文代表 以纽约唐人街 Flushing法拉城为中心的 纽约州第六选区 臭气分田 预金六任国会议员选举 每一次竞选同乡会 都是为他争取社会支持 走着政治机器的作用 2019年4月 这个同乡会的前会长 有个叫做 Frank Zhang 将富有的富 印度的印下 长期担任孟超文助手的同乡会领导人 李希兴 Sidney Lee 希是康希的希 慶祝的慶 李希兴 曾经到中国河南 向中方转交孟超文的感谢信 不过孙文按起诉书 并未点名暗示硬超文有不法行为 但其中提到前述两名同乡会领导人 同时间也和孙文和中共河南党政官员合作 就好像美东河南同乡会一样的团体 具有动员选民投票的影响力 孟超文的外祖母 是共同创办美东河南同乡会 她的父母也曾经在这个会担任要职 十多年以来 这个会的官网上展示的孟超文和会长的笑片 形容她是高层官员 孟超文受访澄清 她因为家庭关系 从小认识同乡会领导人 但和该会之间的政治人物和署民的关系 即是她否认在该会担任任何职务 这更加可疑 即是没有职务而后面做很多事的人 至于她曾经在这个会2008年 一段影片之中自称是这个会的副理事长 孟超文先表示不记得拍过这段影片 之后又声明 就我的理解 即是荣誉投涵 原来副理事长是荣誉投涵 自己从来未履行过任何同乡会的职责 她强调她好像每一位爱国的美国人一样 对中共威胁美国国安深感担忧 也对孙文租指控感到失望 这个同乡会领导人任何不当行为 都应该受到谴责 她的提醒不要对同乡会成员 一肝子打回一船人 其实这些事情很小心 我就是说 一定有很多Asian Americans 其实大部分Asian Americans都非常好的 但基本上有很多CCP elements 尤其是那些CCP影响在里面的时候 哇不得了 你变成一个臭气分天的一个这样的滑浮 唐人街去过三藩市去到纽约的你自己看一下多少枝五星红旗在那里飘扬 而这些这样的做法 个个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这些统战部的组织跨越全世界 希望收到一种输出中国模式与价值 以及影响力的这些做法 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疑虑 那我们看回各位 如果你们是接触旁边是很CCP的有些人 尤其是那些华埠的唐人街的大城市的 不论他们是哪个选区 不要以为今时今日那些选区算数 这个是反正都是南州输硬的 不是的 你们有些情况之后不是输硬的 就是这些东西 是有癌细胞不断累积的地方 各位 如果你们发现有选举舞弊 有行贿受贿 利益输送 利益酬庸 请举报 这点很重要 不要坐视不理 不要视若无睹 否则恶冠满营的人 会继续窮凶极恶 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干预选举 不止中共的组织 干预选举的点就是关于英国 特朗普阵营在23日昨天 向联邦选委员会FEC提出申诉 指控英国执政党工党Labor Party 事源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要求调查工党支持者 替民主党副总统Harris Karmala Harris 助选是否有违法 因为Foreign Intervention 是很严重的指控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申诉指出工党运作主管Sophia Patel 柏特尔曾经社群平台LinkedIn 發文透露近百名工党现任 与前任的党工 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前 美国协助Karmala Harris竞选 哇,It's really alarming Tum的阵营发布了 英国人来了The British are coming的声明 评击极左派工党 就是Karmala Harris危险的自由派政策与言论的推手 我想这些The British are coming 这班人的确是coming 根据美国选举法规 外国人可以担任竞选乙工 但不可以提供任何财务支持 FEC曾经因为澳洲工党资助乙工 去到美国帮美国民主党的参选人Bernie Sanders 对他的竞选团队开罚单 英国首相 工党党魁Kia Starmer 就是人叫施海尔 香港叫施己燃 曾经就这件事 反驳Trump陣營的指控 强调党工都是利用个人时间从事志愿服务 这是在普通不过的事 绝对无所谓的收受 或提供任何的财务支持 他说英国义工参与美国大选是惯例 工党支持者通常支持利益商人的民主党 保守党支持共和党 我会觉得It's really stupid OK 值得注意的是Trump今年9月曾经 New York Trump Tower 会晤司纪然 即Kia Starmer 给予正面评价 共和党的海外英国分布主席 Greg Svensson 认为 即使Trump个性易受私人恩怨影响 但如果他在11月5日胜选 这次争议应该不至于损害美英关系 我只是这样说 It's really stupid 今时今日你是英国的执政党 不是代表工党 是代表英国 我经常说 我在台湾 我不是官员 我不是议员 我说什么都行 我可以支持这个Trump 也都可以不支持Trump OK 但你身为英国的国家的领袖 工党党党会 现在英国手上 是不应该这样压保的 不应该这样压住的 我理得你工党是否跟民主党较近 譬如说 台湾的民主进步党 进步党 进步党 进步派 工作 很多是美国的 你不可能只是跟民主党沟通 不跟共和党沟通 不通的 所以你说 Kia Starman is stupid 不知道是stupid 你派一些义工去做什么 义工就是说 我醒你的 帮你的 不收你钱的 然后我也不会给你钱 但你义工的工本身 就是提供一个service warranty service 那你今天 你根本上是做一个 书送给人 你说是惯例 那我说真的 美国的法例就是 你可以做义工 但不可以收任何财务支持 也不可以提供任何财务支持 这种情况之下 瓜田里下 我触到其中一样东西 就出事 你想想 如果发现到 你英国政府 好像以前澳洲工党 资助一些义工 去到美国帮人助选的话 well it's a paid service 这个不是义工 是原来你英国 给钱给这班人 那我想问你 现任和曾经出任过 英国的现任和前任的党工 有没有收过东宫党钱呢 现在及以前 是不是旗约利益 或者现在给他利益 去美国帮卡玛拉去竞选呢 所以你帮卡玛拉 那你是你帮的问题 你竟然工党去做这个运作 是多少元 而工党运作主管 Sophia Patel 发了link in 这个讯息之后 立刻去撤回 删帖 但已经被人处图了 怎样去删帖呢 所以说整件事 It is really smokey 我会认为这件事 一点都不单纯 而这件事当然 民主阵营里面 这些兄弟之间的角力 不应该成为主要矛盾 但这件事 显现到 现在是多么荒谬 多么无章法 所以我对于工党 真的很痴之鼻 如果我是Trump 我当然不会常常报仇 有这么多仇血报 但我只知道这件事 如果发现有违法 那美国是不是要加英国关税 是不是 你有多少的违法 你这样搞下去 好啊 你懲罰 你不帮黎智英 你不去抗中 你去和中国继续过重十日 加你关税 原先加你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灾罪二十 总之就要加爆你关税 你这样搞的话 你不是自己 英国不是拿石头 砍自己的脚 为什麽呢 我问你了 你押注到Karmelan Karmelan不是赢硬的呢 同样的 我都不鼓励 英国任何政党押注到Trump Trump是否赢硬的呢 你为你国家的利益 你和我的评论人不同 我只是 讲西方行公义好联名 你不同 你要守护你国家的利益 你应该要 Bipartisan 跨党派做事 你有自己的主张 但不可以做义工 义工都不应该做 瓜田里下 这件事绝对是一件荒谬绝伦的事 OK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跟着来了 有些疑魂之后 就讲一下Karmelan 现在竞选的形势是怎麽 大造势 什麽大造势呢 出动了所有的媒体 NBC 今天22日 就是刚刚过去星期二 他接受NBC 国家广播公司的专访 然后不断地曝光 去说话 而说的事情 全都想过 他就说 他不担心性别偏见 影响下个月的大选 又在说性别 性别 性别 这些人最喜欢说什麽呢 阶级 性别 种族 环保主义 重复一次 那性别里面有什麽 堕胎 就是说到医疗 那麽多样东西 就在不断炒作这些东西 这些是左派的胶脑袋 发生重大问题 OK 他说他不担心性别偏见 会影响下个月的大选 他认为 美国已经准备好认知第一位女总统 总之我会突破 希拉里无法突破的天花板顶 那麽说法 那麽他说 人家问他 就是主持人问他 美国人是否准备好 选出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那麽你问这些问题 全是良心订造的 那麽卡玛拉哈里斯的话 绝对是 他说 不担心性别偏见 会影响自己的选情 来我的造势活动看看 你们会看到有男有女 不得知呢 有狗有猫 他说 我在其中一个经验 有一点很清楚 就是不论性别 他们希望知道 他们的总统 对于降低生活成本有一套计划 他们的总统 对于在我国的世界地位 这个脈絡之下 确保美国安全有一套计划 with a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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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 你又说不出你的plan是怎样 第二件事就是 planned economy 我们要的并不是一套一套的计划 这些是左胶 极左派 所有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东西 我们要不是scheme 不是plan 我要的是freedom law and order 今天你只要被人充分的自由做事 你看Elon Musk 他整个satellite 所有东西做得好 比你NASA都有 民营的活力和创意 是远远高于国家的情况 如果要依靠政府 去做降低生活成本的plan 或者你要做很多的pla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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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说 我听到plan这个字很可怕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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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工具 你要操纵在那里做计划 而往往计划出来的东西 都是失诸交给的 自己看历史上的东西 你就知道 Karlene Harris如果当选 将会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历来第二名的非白人总统 也要完成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2016年 选择时叫出最高最难打破的天花板的美景事业 这就是NBC要吹的说法 Karlene Harris说 他从不认为 美国任何人应该根据候选人的性别 或者种族来选择候选人 而根据他们会做什么来因应挑战 来启发民众 所以我会选Trump 因为他做的东西 和启发民众的东西 得到我的欢心 得到我的支持 但Karlene Harris说 这次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不紧要翻开3月 turn the page 而且还要翻过那个认为 美国是分裂的篇章 当然这一点是重要的 但问题就是你做极左派 怎样不分裂呢 今天就算你竞争团队 你做这个要筹款活动的团队 还是要做上节目的团队 都分裂了 你连自己团队里的分裂 和你连拜登都分裂 说到底都是屁一幅 距离11月5日投票倒数两个星期 多家民意调查普遍呈现 Trump稍微在七大摇摆州 正是赢卡玛拉的 22日的NBC华文问到 Trump不等计票完成 自由宣布胜选的可能性 即是在说 他不等计票完成 那卡玛拉你怎样看 Trump不等计票完成 自由宣布胜选的可能性呢 卡玛拉就说 卡玛拉自己的竞争团队 对Trump可能破坏选举有所准备 我们将会开票夜和之后几天 视情况因应 我们有这方面的资源 专长和聚焦于此 但是目前重点 都是放在选举中击败Trump 所以今天 可不可以使大家不投票 但是我真的很担心 他们已经磨拳策掌 整装待发 在开票夜和之后几天 因应情况对抗 Trump的narrative 所以记住 支持Trump的支持者 不单只要自己投票 自己家人投票 自己朋友投票 要扩展一传十十传百 一拉十十拉百 将一些不认识的人 可以逐渐拉入圈子里 鼓励大家投票 因为只有这样的情况之后 too big to rate 才避免了真正的分跌的出现 这个是我们非常忧虑的状况 当然啦 大家知道民主党 暗藏危机 不是好像NBC报道那样的情况 很多消息来源向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透露 这个卡玛纳的选战策略 微慢焦虑 对于卡玛纳是否能够守住民主党的票仓 所谓的蓝牆 即所谓的Russ Belt 即是铁售带 Pansylvania Wisconsin 是深感忧虑 据报道关键转裂点出现 10月22日的上午 卡玛纳的竞选团队宣布 将会舍弃拜访七个关键摇摆州 因为多数民调显示 民主党在这个地方失利 反而前往 这个Trump明显占优势的Texas 就堕胎权的议题发表演说 并且同德州的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Colin Albert 去合体造势的 这个举动引发民主党里面 有一些人是极度不满 强烈不满 喂 你要顾票拉票的七大摇摆州 是胜负关键 你去德州 你输紧输紧 你都会为什么 而且你去那个地方 说堕胎权 高度的主流民意 就是不会被堕胎权 你硬要这件事 For what 那一位民主党人士 我昨天也说过 他是不是选德州州长呢 一位民主党人士 向华权和华权和华权 批评说 他们完全忽略了蓝牆 就是blue wall 根本没有再思考 更加有人直言 卡麦娜的新闻团队 好像一个初次参选的赛鸟 就是刚刚来的一些新人 根本是送死 刚刚说蓝牆三个州 Michigan Pansylvania 和Visconsin 这三个州 1992年到2020年的大选中 在2016年特朗普击败Hellie Hillary之后 全部都是投给民主党的 但如今这道昔日坚固的防线 面临崩解的风险 这位民主党人士甚至语大讽刺说 我怀疑他的新闻团队是否帮特朗普做事 可能是的 因为在他看来 特朗普比卡麦娜更能说服选民 尽管公开民意调查显示 卡麦娜在Michigan的支持度相当高 但在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 NBC News报道 党内已经对她可能失去 Michigan的15张选举人票感到不安 部分原因是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 引发部分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反弹 Michigan的联邦众议员 Representative Elisa Snodkin 上个月曾经私下说给捐款人知 卡麦娜在这个州的支持率低于水位市 其实大家都知道内部民意调查 都知道Michigan是卡麦娜输的 今年以来特朗普已经13次 措访Michigan 但是卡麦娜自从拜登放选竞选以来 只是措访了9次 卡麦娜的做事活动 都是集中在Detroit和Wayne County 这些民主党的票仓 令其他地区的选民感到被冷落 选民Stephanie Smith 上个礼拜在卡麦娜的 Grant Rapids的做事活动中 抱怨说 特朗普每个星期周末都会来 就是说我受够了 真是希望特朗普不要再来了 这个是卡麦娜第一次来到Grant Rapids 大选只剩下两个星期 我们Grant Rapids在Michigan第二大城 除了Detroit之外就是我们Grant Rapids 他才第二次来 心急如焚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很多选民有这样的想法 另外 另外 宾夕凡尼亚州 关键摇摆州中的关键摇摆州 就是19张选举人票 选情更加令人担心 即是令民主党担心 因为民主党消息人士坦然 我一直觉得宾夕凡尼亚州最危险 无党派的Cook Political Report 《富克政治报告》 这个星期更将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院选举 评级从略倾向民主党 下调为势均力敌 为共和党增添胜算 而另外 《纽约邮报》指出 Real Clear Politics 的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南牆三州都是领先卡麦娜 尽管卡麦娜的竞选资金远胜特朗普 媒体报道已多半有利于他 但他却长期将自己定位为弱势者 尽管如此 部分民主党人士仍然仍然仍然保持乐观 但选情交着已不增的事实 党内眉慢着焦虑的情绪 显示卡麦娜的选战策略失力 以及南牆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刚刚都说过卡麦娜是不是激怒了 阿拉伯瑞的选民呢 有 因为他和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Liz Cheney合体 一起亮相 试图拉拢更多选民 他令到Michigan里面的Arabian 即很多阿拉伯瑞的美国人社群里面 引起反感 令他蒙上阴影 大家知道 德萌特瑞郭区一个叫Hamprack 的全美国以伊斯兰教徒为多数的一个城市 Hamprack的市长Emma Gallip 在一场网上的记者会上直言 卡玛拉竟然带着Chini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简直令人失望甚至作呕 他认为Chini的父亲Dick Chini 曾经出任了小布殊的副总统 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 对很多阿拉伯裔美国人来说 Chini这个名称就是令他联想到中东地区悲剧 他更担忧卡玛拉这个举动 如果他当选会带来更多的战争 That's true 卡玛拉与Lis在Michigan举办的市政厅风格的活动 Town Town Hall 试图吸引温和派共和党选民的支持 但是故此失彼 你梦画共和党选民的票 其实你画不到 失去的就是这一班 在Michigan的阿拉伯裔选民的票 这一点是很清晰的 你看回在Michigan Trump支持度 根据RCP最新数据显示 Trump是领先卡玛拉1.2的百分点 和8月底卡玛拉反领先 Trump 2.2的百分点来说 出现了大逆转 我想这一点是大家很清楚 OK 刚才说到的Hemtrak这个城市 另外一个城市叫做Dioburn Heights 这个也是阿拉伯裔的一个市长 他的市长叫巴齐 Bill Bazzi 都是公开表态支持Trump 连阿拉伯裔的市长都公开表态支持Trump 可见这个卡玛拉进一步疏远 Muslim的选民 那么巴齐这个市长更加说 这个卡玛拉和Lis Cheney 他们感到失望和厌恶 那么可以这么说 整件事就知道 整个民主党的竞选策略 是真是故此失彼 遮一块这个棉胎 盖得脚盖不了头盖得头盖不了脚 另外屋漏肩逢连夜雨 曾经在民主党效力 也都是早已经是帮Trump助选的 这个夏威夷的前联邦众议员 Talci Gabbert 就被民主党视为叛徒 他就在Trump的北卡罗来纳州 Greensboro的造势大会上面 公开宣布自己将会加入共和党 正式表态支持Trump 震惊美国政坛 Fox News报道 加巴德、Talci Gabbert 在集会上说 他之所以加入共和党 是因为 因配Trump将共和党转变为人民政党 和和平政党里面的领导力 他说今天我非常志豪站在这个地方 与President Trump并肩作战 专门我正式加入共和党 我加入的是一个属于人民平等的政党 创立初中是为了反抗并终结国内的奴隶制度 这是一个以常识为基础的政党 并且由一位勇于为和平而奋斗的总统所领导 特朗普就非常感谢加巴德 他说这个是惊喜 这个是惊喜 他独立了很久 很厉害 非常荣耀 非常感谢你 这个就是特朗普的一种表态 加巴德是43岁 出身军女 曾经在2013年到2016年 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13年到2021年期间担任 民主党籍的夏威夷州联邦众议员 2019年参选民主党总统初选 在民主党内的初选辩论中 他猛烈评击卡玛娜在大麻议题上的立场反覆 指责他出任加州总监察长期间 关押超过1500名违反大麻法的犯人 却承认自己曾经吸食大麻 另外加巴德也批评 贺锦黎即卡玛拉 无视司法正义 延长囚犯认他 作为廉价劳工 以及推动对穷人不公的保释制度 这些指控 令卡玛拉的声势下滑 最终暗然退出初选 加巴德在2022年离开民主党 成为独立人士 创办自己的podcast 并部首派的活动中发表演讲 而他亦在2003年曾经首次加入过 夏威夷陆军国民警卫队 2004年被克弘伊拉克服役成为医疗部队的后勤专员 他2008年再度前往中东 注册科威特 担任军事警察训练指导员 而他在军队服役表现非常优异 进色到少教 结出表现获得多媒的 这个荣誉勿章 包括同声勿章 也都是美国陆军预备役的宗教 所以我就说非常难得的一个利力 他的口才非常好 我想他会对特朗普非常有工作 也如虎添翼 那现在你这些人都走了 Liz Cheney又败我的东西 这个偷斯加巴又走了 那现在 剩下什么人呢 找什么人呢 找歌手 找歌手搞定 不怕 那便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 劲歌金曲 那民主党呢 就派出了 Rap的天王 Eminem 和前总统奥巴马 出席在Michigan的竞选活动 希望为卡玛拉 推出更多选票 一个Eminem和奥巴马一起去做这个 这个Detroit的一种竞选的声势 那奥巴马呢 就在这个Eminem的经典歌曲 Lose Yourself的背景音乐中登台 哇 做了歌声啊 转行啊 少少表现这个Rap歌 即比如说手掌出汗 伤失法 软手臂沉重 吐了妈妈做的意大利面 即是说这些 即是希望博大家 博军一刹的东西 令到选民发出欢呼和掌声 长达40分钟的议会中 奥巴马批评Trump各种失言风波 和夸张行为 强调了卡玛拉 已经做好担任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要回到新的篇章 说真的这些极左派我完全没有兴趣 Michigan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之一 尤其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 博军是投票率50.6的 射微差距 击败Trump的47.8 因此 本届双方都视这个州为重要战场 15张选举人票非常和美 我想这件事大家都觉得 整个南长州除了Pansylvania之外 Michigan应该是相当重要的州 因为15票 Wisconsin是10票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数票数很重要 另一边商 Trump又如何 这个重要 这个Trump 气势如虹 就要折折上升 挑战难度 挑战一些 这些主持人可能对自己未必那么支持 但他有庞大的受众 也就是美国No.1的Podcast 他就出席他的活动 他去哪里出席呢 因为他的大本营 这个Podcast的主持人叫Joe Rogan 其实如果大家在美国生活过 听过Podcast的话 No.1的开车 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听的Podcast 是Joe Rogan 很多年轻人听他的 年轻的男性尤其多 那么这个最后就会确定 在今个星期五 10月25日 即是拭目以待 大家可能放上YouTube都有 就是这个Joe Rogan的Podcast Trump会出席 这一场在德州Austin 去录制的对谈 不单只是Trump 冲刺2024年总统大选的重要一役 更被视为 抢功年轻男性选票的关键报告 这个节目叫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是美国收听率第一的Podcast节目 那么他也都放上YouTube 有Podcast,有YouTube,有Spotify YouTube有1750万订阅者 YouTuber非常厉害 哇,17.5M 多厉害 Spotify上面有14M Mill的追踪者 1400万的追踪者 节目以深度对谈和不切限的讨论方式著称 在年轻族群中拥有极大的强力 根据率先报道这件事的 左派媒体Political指出 这个访谈将会在Joe Rogan 在Texas的Austin的录音室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并非Trump和Kamela Harris 阵营首次利用Podcast节目去接触选民 Kamela最近去到左交女性听众比较多的 Call Her Daddy的这个Podcast节目 讨论女性议题 Trump也是作客Business with the Voice Full Sand 以及Patrick McDavid等知名的Podcast节目 Joe Rogan出生在1967年 原始是一个演员 喜剧演员 他也是相当丰富的资历 格斗比赛的评论员 他在New Jersey的地方长大 年轻时曾经练习泰拳道和巴西游戏 Joe Rogan的职业生涯多元 由这个talk show 一直到真人show的主持人 去到UFC终极格斗錦标赛的评论员 2009年他开始主持The Joe Rogan Experience的Podcast 凭着厉害的观点和独特访谈风格 打造出新媒体时代的意见领袖地位 这个节目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Podcast之一 Joe Rogan今年2月和音乐串流平台Spotify 达成了高达2.5亿美元的续约 有趣的是 Joe Rogan今年少早曾经公开预测 Karmala Reharris会在2024年胜选 即是他觉得他看好Karmala 那现在有没有变呢?周五问他 不过他向来以不设限的政治立场闻名 曾经支持过独立候选人 小罗密金賴迪Robert F. Kennedy Jr 和民主党极极左派的联邦参议员Bernie Sanders 等不同的政治人物 尽管他曾经赞揚Trump任内经济表现 也批评过Trump威胁民主 2020年的总统大选更加投票给 自由意志党Libertarian Party的候选人Joe Jorgensen 这场白热化的总统大选当中 Libertarian Party 这个看来好像很有牌 其实这个是名字 其实这个人是比较倾向民主党的 这场白热化的总统大选中 Podcast已经成为了国候选人必争之地 卡文娜近期有刚刚说的 现在大家就是争取大家的支持 你说在这个地方面对比较倾向左派 或者中间偏左的一个 节目主持人的一种 Joe Rogan的考问 请问会不会行 而他受众很多年轻男性 就看回Trump能够说服到他们的投票 我觉得如果真的Trump策略成功的话 这个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test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点的话 那卡文娜可能土崩瓦解 因为卡文娜很多的支持他的人 都是年轻族群为主 年轻的男也有 女也有 如果你能够将Joe Rogan这个节目 显现出他对年轻男人 男性的这种包扬 以及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整件事都不同 有没有很明显的效果呢 我未必这么看好 但有少少的效果也好 就已经很得了 例如麦当劳斯那件事 在Fisterville Traverse Perselvania的小镇 这家麦当劳斯 做过一个六钟头的工作 很多的声量 很多人报道这件事 全世界串流 我想这是大新闻之一 这个本身已经成功了 就是Joe Rogan的节目 其实讲什么也不是重要 你出席 亲民 落地 感觉到你有诚意 其实有些人就开始心动动 投你一票 这件事 很难在调查 万一调查里面 反显出来 这些人的深层心理 慢慢会发酵 现在距离真正式的选举 还剩14天 都不够 那你想想 这个影响是可能会存在的 那当然 支持特朗普的 或者是给特朗普有机会的 除了Joe Rogan之外 另外最重要的是 有很多Silicon Valley的巨头 逐一都支持特朗普 除了Elon Musk 我们知道 SpaceX 是特朗普的创办人 另外 科技投资大股Peter Dewe 这个也和Jede Vance 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另外有知名的风险投资人 兼社交媒体平台 Linked in 的创办人 David Sacks 等人 他们本身都是对于共和党来说是大金主 他们代表共和党捐助体系中的新兴势力 与传统金主截然不同 并且拥有广泛的自身红下的财力 广泛的媒体影响力 反观卡玛拉·哈里斯 就是得到什么人呢 华尔街集团广泛支持 尤其Microsoft共同创办人Bill Gates 胜传他豪捐5千万美金 15万亿USD给卡玛拉·哈里斯作为竞选经费 捐入去卡玛拉·哈里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Future Forward未来前进 这个组织是广告支出上远超共和党的类似组织 当然了这么大张支票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小额捐款 5千万美金就这样等下去了 OK这个重要了 是不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记得你说Elon Musk每天给100万出去 那由现在计起去到选举结束 顶多十凌二十日 加上都二千万美金而已 一个Bill Gates扔下来 已经五千万美金给你了 这些左派模式是不讲的 那么紧要 你说帮助左派帮助工人聋人 原来这么多有钱都扔给你的 哇 那你看看了 这个民主党是为哪个服务 张张审明 是不是 那么这一次 今时不同往日了 Bill Gates没有回应 是不是他捐 但是说这次选举和以往不同 很紧要的 秘密 捐款 他不承认 重点是什么呢 他赞扬呢 卡玛拉这个好惊 特朗普有第二任期 可能会导致在计划生育 Family Planning 和全球健康计划 Global Health Program的预算 被这个共和党和特朗普删减 所以会很小心 尤其赞赏卡玛拉·Harris 和拜登 在这个气候变迁的效力 我都说过 气候变迁 全球健康计划 计划生育 都是什么 财源 财源滚滚来的财源 Money 商机 Business Opportunity 环保是一门生意 我希望你明白 就是说环保这件事 不是说环境好 树木清葱 空气不污染 食水很干净 垃圾没了 全部recycle 是生意 你要搞清楚 所以这帮左交做的是Business 另外失言的 很严重的是拜登 我看他已经开始有些 就是要入医院看看病 他在New Hampshire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全国 民主党的总部发表演说 即22号 星期二 他说特朗普威胁民主 在政治上应该 lock him up lock him up 你做总统 你不是候选人 lock him up 引起政界的讨论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听闻这件事 譴责拜登的言论 呼吁这个卡莫拉应该同意 譴责拜登的可耻言论 lock him up 你威胁民主 所以lock him up 这样搞法 如果台湾来说 那会lock him up 很多人 整班国民党的人 全部lock him up 那赖清德会不会说一句话 侯友宜 lock him up 马英九 lock him up 那不会这样的嘛 哪里有一个现任的美国总统 对着一个要挑战的候选人 说lock him up it's really rude and stupid ok 那么他22号新刊保十二周下 就是你的New Hampshire 受复Concord的民主党竞选 马上就发表这个办法 我们在政治上将他关起来 将他锁在外面 这个我们必须做的 我听到他打一次 lock him up and knock him out 不同哦 如果不是lock him out 不是锁 是knock k-n-o-c-k 所以我听了一次 他说knock 所以lock him up 然后他后面 knock him out 那么你knock him out ok啊 就是说要 洗他书 但你lock him up 是完全不同 所以关起来 完全不同 lock him up and knock 什么 将他关起来 将他锁在外面 锁在外面 就是你的笼 然后人家帮你上了锁 然后你指着我说 就是你在笼里面 我帮你锁在外面 然后你突然指着我说 我将你锁在外面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拜登 有病就要看医生了 是不是穿背吉紧 是不是 要你京都念词 希望大家居家旅行 必备良弱 希望无病旁生 有病医病 包你碟 就是我看到拜登这些人 我希望真的老了之后 不要变成他这样 我自己期待自己这样 就是不要变成这样的废柴 他说 他的说话 竟然很多民主 都有掌声 lock him up 有掌声 然后拜登强调 如果特朗普击败卡马拉·哈里斯 美国的民主将会受到威胁 那不如不要选了 自动当选了 你既然说选举 会使得美国的民主受到威胁 那这个选举不应该办 是吗 用选举来使美国民主 或者取消选举 然后要卡马拉·哈里斯自动当选 就是这样 莫名其妙的 就是lock him up 这些东西 就算卡马拉都要他支持者 以后不要说这些口号 说这些东西 基本上卡马拉都不想说 所以我就说 现在我会觉得 拜登是做了什么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 我不是那么stupid 有另一种解读 故意的 就是说 劣到你行 搞到是变相帮特朗普助选 这个真是 希望他真是能够 功成身退 一将功成 人家说一将功成万骨夫 希望万将功成 日骨夫 就是拜登 希望你成功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的发言人 Caroline Levitt 就是透过声明说 拜登的言论 证实一项事实 这个就是他和卡马拉的计划 一直都在政治上迫害特朗普 因为他们无办法公平击败特朗普 拜登和卡马拉政府 才是对民主的真正威胁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指控 另外简单来说 数一数基本的东西 特朗普将会去North Carolina 去做这个集会 亦希望今年能够提前投票 甚至他会有mixed feeling 究竟是否要提前投票的 但无论如何 看到那么多人提前投票 他都欣喜的 他在法罗尼特州做注册的选民 他都在考虑 是否要今年去做提前投票的 这一点是他的想法 另外方面 华智 亦都跟他的太太Gwen和他的儿子Gust 就会去这个在 Minniesoto St. Paul的这个 polling place提前投票 那他都会呢 即是他的儿子18岁了 亦都会参与这个投票的 OK 那么他们即是华智会先做提前投票 另外呢 卡马拉·Harris看到川普去麦当劳 他就去费城 费城 费城 Philadelphia 有间Daddy 即是一个熟食店 这间就不是McDonald's 他多谢义工帮他走 那么这个呢 人家的McDonald 你就是呢 请人家吃东西 你不是打工的 你做顾客 挺有趣 那么Harris继续在这里 说完莫名其妙的新闻 我会觉得我看不明白 如果你看得明白可以跟我说一下 即是他就是很反对这个Rovey Wade被人推翻 因为2022年的时候呢 联邦组国法院推翻了Rovey Wade 即是说呢 容许联邦堕胎权的一个判例 换言之就是以后呢 给回各州去做这个决定 有没有这个堕胎权力 每一个堕胎合法与不合法 各州自己自行立法决定 那么这件事呢 卡马拉·Harris極度反感 接着呢 他找了一个德州的女人上来 他说呢 当时他羊水都穿了 BB在里面 那么为了保障这个BB的话呢 当时不让他堕胎 那么不让他堕胎 最后那个BB是出生的 OK 出生的 而他呢 立刻验上了很严重的败血症 分分钟的败血症优客啊 多重冠能死亡啊 那当然是相当不幸的一件事 就是为了生产一个女婴 结果呢 他染上了很难根治的一个痛苦 和这个败血症 那么这一点是非常不堪的 那么于是乎 那么怎么说呢 卡马拉·Harris就说 面对这个不幸事件 他就说呢 现在的医疗保障系统 对于这些受孕妇女 是基本上没有足够的保障 那就是说呢 他就根本上要 继续要生产的话 这个情况之下 是你们这帮联邦最高法院 和Trump 逼他们要这样做这个生产 如果他能够堕胎的话 那就没事了 我觉得整件事很荒谬 今天他根本上不是想 那些女人根本不是想堕胎 这个女人只是说 想生产这个BB 这个女婴 但是突然之间 羊水破了 之后呢 发现到 他不准杀死女婴 所以呢 就是说呢 这个 他不可以容许堕胎 如果杀死女婴的话 那就不会有白血症了 我想问 是不是杀死了女婴 就是穿了羊水 杀了里面的女婴 这么残忍杀了你 你以后就不会有白血症呢 是不是有因果关系呢 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面对这么艰难的抉择 究竟要杀女婴好 对于保存 就是杀女婴好 对于你有白血症算数呢 这个本身就是极大的轮利抉择 你问所有 和ethics的所有人都极大轮利抉择 而这些东西 和堕胎权无关 我套用Trump的情况 如果允许在母亲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去墮胎 那你 Carmen Harris 没话好说 如果母亲没有生命危险 是被禁止墮胎的 他只是可能有白血症 白血症不是当时 决定的时候 还有白血症 后面出现的东西 你不可以说 叫做 预知未来的嘛 你不可以 就是叫做倒打一把的嘛 这样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以用这个例子 来说Trump是错呢 而这件事 就算谁知谁非都好 是不是交回给各州决定呢 对于你用联邦的地方 制作一个统一 适用3亿5千万的规则 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而这个例子 除了催泪之外 跟你在推荐的政纲 有没有直接关联呢 所以我这些问题 我真的不明白的 如果明白的 你可以告诉我 不明白 不明白不要紧要 就快就明白了 证明他在说些东西是垃圾的 那这个就是 卡玛拉就是所做的一些东西 接着各方也都辩论 不同的plan 怎么可以帮助到 资业的问题 卡玛拉就是 催人家上楼 那Trump只是说 会创造更多的税务的 诱因给一些扣房者 也都要将所有一些不必要的 发规松绑 尤其是那些建屋的 和一些对于住宅 兴建的一些联邦土地 采取来给这个私人市场 去兴建住宅的 那这个就是Trump的计划 卡玛拉就是25,000元 美金给首扣族 和在税务方面 有一定的欢面等等的东西 那这些情况的话 我想 喜欢与不喜欢 也就是二责一 OK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一直跟他报 没有过 那后来成了叛徒 那叛徒 Milly 他说Trump这样说 是完全是不合理的 因为一些好事都没做 这个Hitler 一些好事都没做过 那跟着他就说 就是说 Trump就常说 退役军人 在战斗中死亡 全部是suckers和losers 战役中作战死亡的退役军人 全部都是suckers和losers 各位 我们退役军人 为什么会在战争中死亡呢 无论如何都好 在战役中死亡的 全部都是suckers和losers 然后他说 就是说是 Trump当选之后 会战斗中的战斗中 扩充在美国境内使用军队 以及他们会用这个武力 暴力的方式去驱逐 甚至惩戒 跟踪那些 enemies from within 捉内鬼 即是捉美国里面的内奸 他说 You know 他说 Trump曾经说过 You know Hitler did some good things too 这样的说法 Nothing John Cady 就说 Nothing Hitler did You could argue was good 之后就开始 不断说这类说法 甚至 Trump raised the ideas 他说需要一些 German generals Bismarks generals 用这样的方式来说话 第一 这些说法全是一面之前 就好像以前 宝顿也好 他没有写过那本垃圾书的 还有很多所谓爆料的 人口说的 他们这些人 其实说的 有多少分真实呢 还是在关键时刻 才说呢 为什么现在你才说呢 临到十几天就要缺损了 你现在才说呢 还有这些说法 没有人证实你嘛 It is your own testimony 而这件事是不是fake的 是不是fake news的 你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以前美联社 法新社路透社 孤正不立 你只是说这个人说的 不会这样登他的东西出来 现在你插Trump对 直接拿你的灯出来 就说到真实新闻那样 而这样就说 他说而已 那是荒谬 所以Steven Jones 是Trump的竞选团队的发言人 他就说John Kelly 就是说 完全是自己 捏造出一些 利提万丈 荒谬绝伦的故事 而自己成为自己的小丑 这点很多人害怕 所以这个是John Kelly的逆责 另外当然 就是说是 就是大家知道 各自在做不同的事 大家明白 后面的东西呢 我先可能讲到这里先了 所以大家要密切注意 就是未来局势的变化 那我们每天都会 讲一些关于 这个美国总统的一些新闻 那我每天都会看一些 造势大会的 那有重要的消息 会和大家继续分享 今天讲到这里 明天再见 我们400系列 明天 Sandra 然后就是 您看 您看 您想 转变化 根